这个成产性比较出色的 是比较少的 是比较少的 真的是比较少的 我还没看见 那么PATD的话 你要想做一个professional 你必须要做PATD 那还是不够的 而且必须要有cost 如果你要到一个公司的话 那就很难讲 看你做的好不好 并不是说有PATD就可以 有的没有做的也很好 那么这就说 我当时选要做PATD 不做了 这样的话我可以省一点时间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很麻烦 那两个都做了可能时间会很长 就是累 再一个就是PATD PATD的话我做了两年 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公司 PATD有的人做的很长 六年甚至可以省 当你要做多少 当然是两年就有了PATD这个解决 当时我的project是基因Certitude 我已经看到这个基因Certitude 没有什么前景 就是旌旗没有旌旗的前景 可能我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做不下去 所以趁早睡 已经整理了 实际上私事也是这样 我十年前才做基因Certitude 十年以后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私事证明我的情况是对的 不能再做下去 虽然老板想让你再做下去 但是你不能听他 他有他的想法 有你的想法 就是这个点 那么第二点 那是Visor Sardis 这个缘有个狗 我现在已经是Sardis 我那就是想Promotion 我能不能提什么 提什么Manager 或者是Direct 或者更更 就是每一步都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要是realistic 不是说你Sardis 一个狗 你跟着你不可能拿到 你这个Probability almost zero 那你这个结果不是 不太现实 也有一个比较现实的 就是Probability at least 60% 作为一个 Research Scientist 或者经验的话 你要想做 就是 有Promotion 在老板上不太好 你就这几点 你可能就是 要做 第一个 You have to do more 你要Pay 有很多人说 我就挣四万块钱 五万块钱 我不做那么多 我就是九点来五年多 我也不做 不想 就是不想那么多 那么你也 你也就只有五万块钱 你以后也只有五万块钱 可能 以后整加一点 那个Inflation 每年涨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That's it 你那必须要做更多 than you pay 因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呢 因爲你要 building the credit and show your capability 如果你做出来 别人不知道 你必须要做出来 你看 我能做的 我能做的 我还能做法 别人知道你的 capability 它才可能提升 如果你没做出来 那我就是老板 我也不会提升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本事 对不对 那么你要把你的本事 显示出来的话 你可能就不是五万块钱 对不对 他可能会有机会 他们能提你 再一个呢 think as you are the boss 你想的时候 不要不要想你 你自己给你考验 你就站上那个boss 就叫我去想 我如果是boss的话 我要怎么做 我会怎么做 这个很重要 因爲这个你可以 几乎是预算 计算的 这个公司的future 这个公司 比如说我原来是 付着这个毛利克的 当时公司需要的 recoming protein 然后我们就 把所有的protting 都做出来 我在做的过程中 已经在想 做完了怎么办 做完了这公司 不需要的这样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比较想 我们下个要做什么 可能要改行 对不对 要做一些给公司需要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一个呢就是 说一个leader的话 you have to be open-minded you have to take the rational approach not emotionally and don't integrate 这个说几乎是emotional because I like this because I like it not because there's a reason to do it 这一个呢就是跟大家想出的话 要open mind 就是大家讲的时候要仔细听 然后呢 你可以给他们feedback 给大家有道理 对不对 随便的给大家 然后这个 我是这个magicine 我说一呢就是一 对不对 你就不能给 那可以给 你加上你的道理 那么我看看你的道理 是不是比较好 这个flexibility 非常有 非常有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教训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那个的 那个一句 对不对